郭文貴議員 大家早安 前幾天才聽說大家上了十天課 就覺得非常驚訝 所以就是 然後原來 原來找我 就是希望討論是 在媒體內部進行開源 然後我在寫投影片的時候 寫寫就發現有點奇怪 就是媒體的經驗 跟大家在NGO 或者是其他單位的經驗 還是會相當的不一樣 所以後來我就 稍微把標題改了一下 所以目前 大家看到就是 我還是透過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在企業內進行開放 對 然後因為 剛提到就是其實 我的經驗就是 第一個是我在公司的位階 算是稍微高一點點 然後所以我可以 就是要求其他人幹嘛幹嘛 但大家不一定是 所以 經驗上 就是完全要可以複製 可能有點困難 所以 我希望就是先 講一下我的經驗 然後會花比較多時間 希望大家可以 提出問題 或者是你們 你們覺得你們想要知道 哪一些部分 就是如果想要回去之後 在公司內部 就是做一些改變的話 可以怎麼做 所以我們就是 採用唐縫唐振偉的模式 就先開Slido 對 那大家可以先上去問問題 然後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Slido 好吧 就是sli.do 然後直接join 這個k654 或者是應該採QR code 採QR code應該也可以進去 對 所以我講的 就是 我自己先提我自己的經驗部分 可能會盡量稍微短一點 對 然後我希望可以多一點時間 如果大家 就是會去之後想要有什麼 改變 或想要推什麼東西 然後不知道怎麼開始的話 我們可能透過比較多的QA 來討論這些事情 好 那先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 可以叫我HC就好 然後本名是簡信昌 那我從很早期 就開始在推Open Source 然後跟 近幾年 就是 在GNV開始 大概12年之後 就開始關注 就是 開放資料的部分 所以 在2006年開始 其實從2003年開始 就辦 一系列 就是跟Open Source相關的研討會 對 然後 一直到2014年 2014年 2014年是 GNV Summit的總召 雖然我不知道這個名字 這個指稱到底在幹嘛 但總之就是 幫忙了這些 辦這些活動 然後 之前是一個工程師 對 現在還是工程師 對 然後 從05年開始 就是 在Yahoo 一直到15年 離開 對 所以在Yahoo大概待了快十年 那之前在報勞澤 就是15年 離開Yahoo 然後因為報勞澤 剛成立 所以 就去報勞澤幫忙 大家知道報勞澤嗎 對 就是 跟大家比較接近 就是NGO 對 然後 在報勞澤 大概一年之後 因為端 進要成立 然後我就 就被找去進 所以等一下分享 大概會 主要是在報勞澤 跟進 兩個單位 就是 我怎麼去推 Ubansource的部分 就是 因為 大家可能不在媒體 所以我先簡單講一下 目前台灣媒體的現況 然後 目前台灣媒體 大概就是 非常傳統的傳統產業 絕大多數的媒體內部 技術的人非常少 絕大多數都是IT 所謂IT就是 幫大家修電腦的那些人 然後 比較好一點的 可能就是會幫大家 郵件伺服器 或者是 就是 檔案伺服器 之類之類的 但是 其實對於 技術的部分 還是比較陌生 對 那 就是我在進 算是比較 在媒體 就是台灣現在的媒體 算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們有一整個team 然後有 不算我的話 有五個工程師 對 然後 我們team是 跟IT是獨立開來 就是 就是修電腦是不關我們的事情 所以我們只提供 比如說跟網站相關的 或者是 對 就是 就是 新聞相關的服務 所以內部的 內部跟同事的 電腦維修或 諮詢 就是 跟我們team是沒有相關的 對 然後 大家就是 對內容有自信 對 因為聽說會錄影 所以我要寫保守一點 對 所謂對內容有自信 就是 就大家覺得就是 content is clean 所以 就是有內容就好了 其他部分就不用太慣 所以 在台灣大部分的媒體產業 就是 工程師就會是 就會是 工具人 對 就是 我們內容很好 然後你們要負責幫我們 丟到網路上 對 然後丟上去就自然會有人來看 對 我也不知道哪來的自信 對 但 大概就是 目前的狀況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對於 預算 就是 IT的預算都不高 所以 一般聽到就是 就算有IT人數也其實不多 對 然後 所以 要找到 比較資深的人也不容易 然後 大部分 我聽到的都是 就是 微軟體系出來的 因為 就是 微軟的 第一個是 大部分都是圖形界面 比較容易 然後 第二個是 就是 微軟就開了一大堆certificate 所以你大概只要去上課 然後 可以拿到那些certificate 你就可以去公司說 你懂 Mail Server 你懂 File Server 然後 大概 其實台灣大部分傳統產業 大概都是 類似的情況 對 所以 就是 在這樣子的 傳統產業裡面 要推 Open Source 其實 是相當不容易的 那 接下來就是 從 我在 兩次的 兩個媒體單位 對對對 然後 來談 就是 我怎麼去 在裡面做 推動 Open Source的 一些經驗 好 所以 先講 就是 大家剛舉手 就是 大部分都知道Browser 然後 它是一個 NPO 就是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所以它是2015年9月成立 9月1號 記者節的時候 他們開記者會 然後 其實之前就有一些開會 但是我是9月15號才 Unbow的 然後 Browser的創辦人 就是 何鎔信 然後 報到之後 報到當天 何鎔信就說 12月要上線 對 那時候 就是 連我的電腦都還沒買 對 所以 那時候其實 就還算滿緊張的 那 不過 那時候 創辦人是兩位 一個是何鎔信 一個是張鐵志 那我 interview的時候是跟張鐵志談 那我就跟他說 就是 要過去 OK 但是我大概就是 我會推 open source 然後 我會推 open content 那 第一個 就比較沒問題 因為 第一個是 browser是從零開始 就是 剛成立的時候去的 那 對於他們來講 就是什麼是open source 其實也沒有那麼了解 然後 推open source 對 對他們有什麼影響 他們大概也不知道 所以 就傻傻的就答應了 對不對 就對他們來講 就是只要內容可以上線 這樣就好了 對 那因為他們是NPO 所以我就跟他們說 所以 就是內容還是要CC出去 就是 就是 那是人家捐款來的 做出來的東西 所以 基本上在 面談的時候 在談要接受這個offer的時候 就已經先 講好這件事情了 然後 去的時候當然就是 從零開始 那 雖然是 open source 但是我其實就試了很多東西 因為 大部分那個時候 如果要做 最難的其實是 就是CMS 就是 怎麼上稿的這件事情 那 台灣絕大多數 大概都是用 opress 然後 可是我 那時候就覺得 opress 不太好用 所以我其實 那時候就 survey 蠻多 CMS 對啊 這個是那時候 那時候 browser的 去的時候 然後 那時候 就是 剛成立的時候 大概 百分之七十是 傳統媒體過來的人 所以他們的想法 所以他們的想法 就比較 就很傳統 就跟一般的 大家知道的其他媒體 其他子媒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然後 有百分之三十左右 大概是網路原生時代 就是那時候 大陸我還記得 14年的時候 是 那個 318 然後 那時候有 台大議論壇 所以 browser剛成立的時候 有幾位是 議論壇過來的同事 所以他們對於網路 就非常的熟悉 所以 那時候的成分 成分 人員組成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跟什麼樣子的人工作 其實 會影響就是 你要推動 就是 把 Open Source 或者是 不管是不是 Open Source的新技術 推到裡面 那初期 就是 對 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到 其實到 快上線前一個禮拜 才有第二個人進來 那 這個狀況就是 所以 在那個時候 幾乎是 就是 網站相關的部分 幾乎是我講什麼 就算 因為其他人也聽不懂 我在講什麼 對 但是 如果 你要推動內部的 工具的話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大家可以提到 所以 網站的建制 其實都是 獨立作業 就是 就是我一個人 就是 從資料庫 從前端 從後端 就是完成 幾乎是獨立完成 對 所以 那個時候的狀況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進的部分 對 我們先把兩個case的狀況 都先 講完 近 大概是16年 也就是 Bowser成立之後的隔年 對 那 八月開始 就是 那時候的創辦人 就是原來一週刊的社長 裴偉 然後 就透過人找到我 那就問我說 有沒有興趣 好 那個時候大概是 2016年八月 然後 然後 後來 談了幾次之後 我就答應過去了 對 那 就是很多人會問 為什麼會想要 從Bowser轉到近 但這是另外一題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談這件事情 好 然後 過去之後 就是 裴偉就說 10月5號要上線 那 其實我 八月確定要過去 但是我 九月一號 才從 才在包折 開始休假 然後九月十五號 真是離職 就是 就是在那邊待滿一年的意思 所以我其實 可以用的時間也更短 大概一個多月 然後 又是從零開始 對 就是 又是一個新的 新成立的媒體 所以 就什麼都沒有 對 好一點的是 就是 我還沒上線 不對 我還沒onbow之前 就 就已經先拿到電腦 對 我就跟那個老闆說 就沒電腦沒辦法做事了 你十月要上線 所以 那時候就先 買了電腦 但 這個也是 一樣 就是 我在跟 我談了幾次 最後一次跟 配偉談的時候 就說 就是 我大概都會用 OpenSource 然後我喜歡的東西 也會OpenSource出去 那 其實跟 前一段經驗是幾乎是一模一樣 就是他 完全聽不懂 然後他就 假裝非常好心的 就說好啊 沒問題 但我相信他是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對 好 所以 就網站的部分 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次經驗 對我來講 都是相對容易的 因為網站基本上就是我在管 所以 就剛剛提到 對他們來講 他們只要覺得 內容可以上去 網路上 然後 就是 一般的 User可以 正常的 存取的話 對他們來講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 在網站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 就是 所有東西都 OpenSource 然後 除了用 OpenSource 的 軟體之外 然後 寫完的東西 寫完的東西 也都是Open出去 這樣子 那當然 就是 這是一個 投機取巧的方式 就是 禁為什麼可以在 9月 就是 我9月1號 開始 幾乎是 一整個月沒有休假 就連六日都沒有休假 然後 花了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把這個東西弄下來 的 取巧方式 就是 你大部分就可以從 包折那邊拿過來 因為那邊也是 OpenSource 對不對 所以 基本上就是 OpenSource的好處 就在這裡 就是你換工作的時候 上一份工作的東西 還可以用 好 沒有啦 再開玩笑 但基本上大概就是 這兩個網站的 一開始的 背景 大概是這樣子 好 然後 那時候去禁的時候 因為禁是 從一週刊分裂出來 所以大部分的人 都是從一週刊過去的 所以那時候大概有85% 其實也許更高一點 對 我沒有非常仔細的統計 但 大概是這個數 就是從一週刊 或者是其他紙媒過來的 所以傳統媒體的人 占了絕大多數 然後 有15%是網路原生世代 但是這個就比較 跟 Browser比較不一樣 就是 Browser的那些 比較年輕 剛畢業的人 的記者 其實他們是在 議論壇做過的 所以他們比較知道 就是網路媒體的運作方式 但這邊就算是 剛畢業的新的記者 他們其實 絕大多數人 對於網路還是陌生的 對於技術 或者是對於電腦 還是沒有那麼熟悉的 所以這個是比較困難的部分 然後初期也是 又只有我一個人 那下面也是跟 在Browser一樣 就是 網站建設其實 其他人就不太會管 對 就是 我又獨立完成 這樣子 然後 10月就準時上線 所以那時候 就是 進的 Github 所以 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 寫完也是 open出去 然後 我都是用MIT license 那 對 那因為我現在在 進底下 成立一個 子品牌 就是想要跟 進做的東西不一樣 那叫Reader 所以 Reader的東西也都是在 網路上 在Github上面可以找到的 那這些 那這些就是 只要是我們自己寫的 都會是 MIT的license 然後 沒有放Browser的 Repository 沒有放 Browser的Github 那 其實 只要去Github上面 打 TWreporter 也可以找到 對 但他們 license就換過 他們本來是 我在的時候是MIT 但我要離開前 他們就決定改成 那個 GPL 好像是 我忘記了 還是有GPL 對 但總之 雖然還是open source 但 就是比較嚴格的 全線控制 版權控制 對 所以如果在這邊 大家有找到 可以用的東西 就歡迎隨便拿去用 這樣子 好 其實兩段經驗是 有點類似的 就是 在網站的部分 那 在內部推動的部分 當然是有一點點差別 對 所以我們還是先講一下 就共同點就是 就是 剛剛提到就是 去的時候其實都已經講到 奪奪 然後 因為老闆不知道 他覺得對他的東西沒影響 他們就都答應了 好 最重要的open source 還是在技術部門 對 所以 第一個當然就是 像我自己在interview的時候 就是 因為我們都不用微軟的東西 所以 interview的時候 你大概可以濾掉那些人 然後 所以 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控制說 進來的人 可以用 你現在已經open source 或者是你即將要用的技術 那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 在面試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去 比較確定說 他們對於 open source的相關的東西 熟不熟 然後 還有自己 他們自己的意願 怎麼樣 那不管是不是 寫的東西 就是 coding的東西 是open source 那技術的導入其實 當然 最容易成功的 還是在 自己的部門 就是 這群人還是對於 電腦 或者是對於 對於技術 或者對於新的東西 比較不會害怕 所以 就是 對我來講 我在推所有的 包含服務 其實最重要還是 從 自己的部門開始推 然後 接下來就是 推 比較容易接受的 就是 找到比較容易接受的 這樣子 那這個等一下再討論 然後 open source 當然就是 大家 前面 九天 十天 九天 應該聽很多了 所以 那時候我在 browser 就是 第一天 上線 吧 對 然後 就收到一個 PR 就是 poor request 就是有人 幫你改程式 這個就是 open source的好處 那一天就上線 然後上線之後 就有人說 那個 包子網站有沒有 RSS可以訂閱呢 然後 我就說 我們就回說 因為我們時間很趕 所以我們還沒有空 後來就收到一個 那個 有人幫忙改扣 對 那個頭像大家應該很熟悉 對 就是 那時候還沒有當政委的 唐鳳 然後就發了一個PR來說 我幫你們寫好了 RSS 所以你們只要merge 就可以 現在就可以馬上有RSS 對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 open source的最大好處 那後來 那時候因為唐鳳還沒有當政委 所以比較有空 後來他又幫忙把整個RSS的東西 再透過twitter API 就是幫我們把twitter帳號 就是自動的從網站 然後就post到twitter上面 那後來其實包子也收過蠻多PR 就是 那第一個是因為他是NPO 所以 對於商業有疑慮的人 就會 比較沒問題 因為 因為他不是盈利單位 然後 第二個是 就是包子還是一個主打 以理想導向的一個媒體 所以 然後 就是 我辦了很多conference 所以就是透過一些人脈 凹一些人送PR 也是有的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大概是這樣 就是你open source open source出去之後 其實你可以得到更多 你原來想像不到的東西 就是你沒有人去做 然後沒有時間去做的 那就是可以找到有人 他們願意幫忙做 這樣子 那這個是那時候收到第一個外部的PR 這樣 所以還蠻有趣的啦 我自己覺得 接下來就是跟網站不一定有直接相關 然後跟大家以後如果希望 在組織裡面要推一些 open source的不管是軟體或服務 或概念 我目前第一時間會想到的一些建議 那更多的話就等大家提問的時候 我們再來討論 那第一個是從自己的業務下手 就什麼意思呢 就是比如說我是在兩次的經驗都是負責網站技術的部分 所以我當然就是我網站的相關的技術 然後或者是套件 那基本上就都從open source拿 然後做完就都open source出去 所以第一個是就剛剛提到 就是這個業務也只有 當時一開始都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就非常容易 我就是從我自己的業務下手 那其他人他們也不一定想管 然後想管也不一定開始動 那基本上就是會相對容易非常非常多 那這個是最容易的部分 好 然後第二個就是最好是 就是以自己為中心 然後往外擴散 就是小圈 第一小圈圈慢慢往外擴 會簡單很多 所以比如說 就剛剛提到就是 比如說現在進有大概一開始有大概八成多是傳統媒體的 但是他們有時候會想要做數位專題 大家知道數位專題就是那個看起來長得很炫 但內容其實長得很像的新聞專題 對不對 好 就是比如說 就是比如說 現在的人物組就比較 就是相對各組 就是傳統的編輯部來講 比較對互動式新聞專題的接收度比較高 所以比較會常常找我們合作的 所以他們來討論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那我們就可以 就是我們要合作可以 那就照我們的工作方式做 那比如說我們就用共筆 那共筆就是在哪裡 你們就去用共筆 就是對他們來講 他也不知道那個是不是open source 但是因為我們要一起合作一個專案 所以有什麼資料要丟上去 他們就會就是丟上去 那我們就是比如說在早期在包的時候 我會裝一個那個headpad 那時候還有headpad的時候 然後是可以自己拿下來用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們其實就是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你就可以把這些東西引進去 這樣子 然後從下而上還是比較有效的方法 對就是一開始雖然說 就是我其實有足夠大的權力要求大家說 那你們都要用什麼 但通常這樣的方法就不太有效 就是比如說你用了隨便telegram好了 就說好大家都用telegram 大家不要用line了 那你就會發現說 所以他們要跟你溝通的時候會用telegram 但其他時候他們自己就會再開line群組 就沒有什麼用 所以最好的方式還是由下而上 然後由下而上就是 就是像聯誼一樣 就是你從小的群組 小的團體去做 然後等到他們都熟的時候 就是他們有一天要跟其他人合作 就會說這個東西還不錯用啊 不然就是一起用這個來討論 那這樣子的方式就會把那個影響的範圍慢慢擴大 然後另外就是比較容易開始就是你可以去找就是願意接受新科技的人 但這樣好像有點模糊 其實就是如果大家想要找人一起開始用open source的話 或找人開始用一些新的東西的話 不一定是open source 比如說現在大家非常流行協作的溝通工具就是slack 那你要怎麼讓他們從line搬到slack上面 那就是去找願意接受 至少願意把那個app撞到自己的電腦或手機上的人 對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要去找那種他們知道東西弄壞 那個手機不會壞掉的人 對 真的真的 就是很多人都不敢用 原因是 都會問說 那我的電腦會不會壞掉 對 但其實當然是不會 就是 然後 對啊 我就笑他們說 對電腦不會爆炸不要擔心 好 那 另外就是 去找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 比如說共筆 很多人就 現在沒有正在用的共筆系統 那這個就會是比較容易的突破點 就是 他們就會傳一個wall檔給你 然後你就說 那不然我們用一下hackmd好了 然後 你就開一個hackmd 然後把東西貼上去 然後 連結給他說 那你以後就改在這裡就好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同時看到 對方改了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方法 就是 以前都是word檔飛來飛去嘛 然後 你要去改變他說 你不要用word 你用open office好不好 這件事其實非常困難 對 就難度 就是 對 跟打電動一樣 那個難度是比較後面的 比較後面的關卡 所以 比較容易的就是 你就讓它繞路 你就說 所以這個東西 比較好用 就是我們這樣子用 我們就可以不用一直存word 然後 還不知道曾經改過什麼 就是 這裡有一個新東西 你要不要用這樣子 那這個是比較容易 就是改變習慣這件事情 是比較困難的 改變現有的軟體使用習慣 但是如果新的工具的話 就是 願意接收新科技的人 會比較容易使用這樣子 然後 網站服務 通常是會相對容易一點 什麼意思呢 就是比如說 如果你的協作軟體是 Slack 可能會難一點 因為它需要在手機 或者是在電腦上面 裝Slack 但如果是一個 Slack的Web版 就會相對容易一點 但另外一個比較好的例子 就是 HackMD會容易一點 就是他們只要打開網頁 然後就可以看到那個東西 就會相對容易一點 但如果HackMD是要裝在電腦上面的話 對他們來講就會覺得麻煩 對 所以 網站的服務是 是比較容易的 那很多時候 重點都是在於服務 而不是在於說 他們到底用了什麼 就是他們其實 完全不會在於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 open source 他們是在於說 這個東西能不能幫我們解決問題 或幫我解決問題 這樣子 所以 重點還是在於服務 所以 比如說 剛剛講的共筆的方法 就是一個 服務的概念 就是 我們用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就可以大家一起協作 會比較方便 或者是 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 比如說我們要做一個 知識管理系統 那你就可以加一個 那個 媒體 或者是其他任何的 的 的系統 然後就說 以後我們 有看到 有相關的東西 就把它貼到這裡上面 然後就可以累積 就不用自己 記在自己的電腦上面 那這也是一個 服務的概念 就是 我們用的這個東西 可以幫助大家一起 可以 cowork 就是 而不是你自己 放在那邊 所以當然 另外一種非常極端的方式 就是 比如說我們要做一個 通訊錄 那我可以開個 google sheet 就好了 就不用大家 自己存在自己的 Excel上面 那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服務的概念 就是 就是web service的概念 就是 我只要 透過一個網頁 我們可以一起做什麼 或者是我們可以 享受到什麼服務 這樣子的方法 對大部分的 沒有用過 或完全不知道 open source的人來講 會容易非常多 但是 回過頭來就是 比如說 你跟他說修圖軟體 你就用 GIMP就好啦 不要再去用 那些什麼 他們就會覺得 那是什麼 我要再重新學一套嗎 或者是 就是 你跟他說 不要用Word 要用open office 就是這種 就會相對困難很多 這樣子 可是如果只是一個 簡單的 網頁的服務 然後你就跟他說 所以你只要把東西貼上去 然後 從最簡單的開始 就是 他只要會打字 就可以開始用 那這樣子的東西 就會 就會相對容易 或者是 有時候 在他完全沒有感覺 比如說 你就開一個 Fire system 就是用Samba 那這個當然就是open source 然後 甚至連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你可能只會裝起來 或 或有現成的套件可以裝起來 然後 然後 大家就可以用 就是什麼 檔案管理員 你就拖來拖 把檔案拖過去就好 他也不知道他還是用open source 那這種方式就會 非常的 容易 就是對他來講 那個就是一個服務而已 對 那這樣的狀況就會非常容易 對啊 但是如果你跟他說 好啊 所以你要傳檔案給我 你就裝這個東西 然後再把這個東西 怎麼怎麼做 那他們就會覺得 好啊 那我就拿一個隨身碟 扣給你就好了 對 所以那個 那個困難的程度 是有相當的落差的 所以這個是一些比較簡單 就是你第一步要推的時候 就是可以怎麼做 這樣子 所以就是就以上的一些說法 就是如果回去要用的話 馬上可以做 比如說 如果你們就是內部 可能已經在用Wordpress 就是如果要上稿的話 就很多人都用Wordpress 然後可能大部分人也不知道 要Wordpress是不是open source 但就用嘛 就是可以用 然後裝起來很快 然後就是大部分功能還可以接受 那就用了 對 所以對於絕大多數的人來講 他們其實不太會在意是不是open source 所謂要付錢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說 這個還要付錢 對 但如果不用的話 他們就沒有什麼感覺 所以比如說共比的話 就是HackPay好像已經沒有了 所以HackPayMD可能可以用 之類的 然後如果要做 Night Management System的話 就是有很多Wiki可以用 那像比如說 剛剛講Samba 可能大家已經在用 只是你們也沒有感覺 那這個都是相對容易 可以馬上推的東西 然後 對啊 至於說 你說Line要改成Telegram 什麼 就難度會相對難很多 除非就是 有一天 就是什麼 Line被Hack了 之類的 然後他們就會說 這個好像不太能用 對 或者是 如果各位是 什麼 在香港目前狀況的話 你就會自動轉成Telegram 對 或者是 也許你在牆內 有些東西是不能用的 所以你可能就可以用一下Tor 之類的 就是 有很多情況是 在那個情境底下 就會自動轉換 但在沒有那個情境底下的話 你要 大家 就是 從原來熟悉的軟體 轉成另外一套Open Source 這件事情 就 相對困難 然後我們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好了 其實我偷影片講完了 看起來沒有問題 那我們是要下課 好 那如果線上沒有問題的話 就是底下有人有問題嗎 是 你就不習慣嘛 對不對 他們有一個非常厲害的事實查核小組 然後 他們 也做了很多開運的事實查核平台 那我在想說 你在這兩個媒體上 那有沒有在做類似的事情 因為現在我知道 像 因為我自己在維基百科服務 然後 維基百科的創辦人 他現在就是有一個平台 想要做事實查核 對 那 我不知道台灣這方面的發展怎麼樣 我先補充一下 如果你對講者有任何的問題 你就可以打上面的slido.com 然後他會問你event room 那你就打下面那一排 那你就可以上去留言 然後就是提問 好 我們先來回答第一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問題 已經跟open source沒有什麼直接相關了 好 但我們還是來講一下 可是這網路有點慢 我是用我的4G會好一點嗎 又要要二連 但看起來好像不太work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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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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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么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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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感谢观看 因为我们 比如说 就是我们 感谢观看 非常非常简单的 大概大概 我们会 你要呈现的 写法要搭配 因为我们 其实这个有点 就是说 我们会我们 第一次公开的 然后或者是 然后是 就是你要怎么 有点 做完整的 是假的 所以你们 这群人的 好 就是说 就是说 跟认定 不然 比如说 就是 其实其实 我最近在 就是说 就是说 我刚刚才 所以你要把你的需求寫得很清楚 好 剛剛欣妮在回答我會想說 對 就是大家如果以後要叫到工程師男友也是一樣 就是需求要非常清楚 你就叫他倒垃圾就要跟他說 哪一包 哪一包 哪一包要倒 你不能跟他說你去倒垃圾就好了 你不能叫工程師幫你看那個爐子 就是爐子上面有水有火 然後你不能說你幫我顧爐子 他就會把它顧到那個那一鍋水乾掉 因為他就是幫你顧爐子而已 你要跟他講說水滾了要關掉 這樣他就知道說水滾了要做 因為我之前就是叫老師先生幫我看著火爐 結果他就看到他就是整個燒乾 他說你沒有叫我要關火 所以就是不夠明確 對 這個就是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規格要開明確 好 就是其實最簡單就是 因為兩個單位都是類似的 一個是要三個月上線 兩個多月 一個是要不到兩個月上線 然後所以最後做出來他們就會很驚訝 然後我就說因為就是都用open source 所以很多人其實有類似的東西可以用 那我們就拿來用就好了 所以然後其實對於我喜歡的東西 open source出去其實他們目前還沒有感覺 對 所以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衝突 好 第一個是不用叫我老師 我真的不是老師 好 怎麼 先講老闆會不會反對好了 老闆就是 就是我其實有跟大家講過這件事 而且政治獻金這題非常有趣 就是我們報道還沒出來 我們資料就先丟出去了 所以其實有蠻多家比我們先做 就是我們丟出去之後 民視就有報導 然後當然就是非常容易的去 我非常簡單的講了一下 就是誰拿了多少政治獻金 就是比如說柯建民拿了最多政治獻金之類 然後天下有做了一個專題 就是在講政治獻金 對 那其實老闆不太會反對 因為就是第一個對他來講 好啦 對傳統媒體來講 資料真的不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講一個八卦 講一個八卦就是 之前有一個台大新聞所的學生 在寫論文 然後就來訪問我 然後訪問到一半就爆料 就講了一個事情 就說 就是你們做資料新聞 就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但其他媒體都不太會想要做這個 就是他有同學 就是現在年輕的新聞系學生 其實很多都是要學資料新聞的 但業界其實非常少有這種職缺 所以他們就是在學校學之後 去到業界想要用其實也不太能用 所以他就說他同學有一次就說 就跟那個裡面資深的記者說 他想要做某一個資料新聞 然後資深記者就跟他說 這個需要做什麼資料新聞 我打電話去問五分鐘就問到了 對 然後就是 所以他們對資料都不是非常在意 所以我老闆也不會覺得 資料丟出去有什麼不妥 對 然後就是為什麼我會想要 花錢把自己做的東西丟出去 就是 因為我就是那個 open source跟open data的信仰者 然後我覺得 其實政治先進這一題 當初也是說服記者很久 因為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當過記者 就是 記者 第一個怕的就是撞題 對 然後 而且我那時候就說 好沒關係 我們資料指引完我們就丟出去 就報道慢慢寫沒關係 記者就會很擔心 就是 所以我的切入角度 如果被人家寫走了怎麼辦 之類的 然後我就會說 所以你這麼沒有信心嗎 對啊 就是 就是 就當初那個時候 那個大概是兩年前 兩年前吧 就當初那個時候 台灣幾乎沒有媒體 是有那麼多工程師的 對啊 所以除了報道者那時候 有三個之外 然後我就說 這些資料量很大 也就是要整理出好的結果 然後 包含做視覺的話 包含那個 所有 那個 統計出來的結果 其實是需要花大量工程師的 的人力 所以 你覺得沒有這些人 他們做的東西 會比我們好嗎 對 所以 雖然 記者沒有被說服 但他也只好默默接受 所以我就覺得 然後我就 我就跟他們說 而且這個資料丟出去之後 第一個是沒有人會做的比我們好 第二個是 如果有人做的話 我們更開心 就是 其實你可以先讓其他媒體 把這個議題帶起來 然後帶起來之後 就會 你就會出一個非常強的 然後大家就說 趕快在這邊看 好 事實證明我們政治現金 確實是現在流量最高的 大家好了 就是那個政治現金就是 就是 捐款給 政黨也算政治現金嗎 捐款給政黨跟政治人物的 這錢 只有立委候選人嗎 還是泛指所有政治現金 都有 都有 捐款政黨也算是政治現金 對 所以最近在炒很兇的 就是韓國瑜 拿政治現金去買高粱酒之類的 我現在都放雲端 然後 這個部分當然 這個有很多需要考慮的 第一個是 你這個東西是要內部使用 還是提供服務給所有人用 然後 比如說像 包含我在包澤或近 因為我們的網站 就是 都是要給所有人用 然後 新聞的 新聞的網站有一個特點 就是 它可能平常的流量都是 只有在某一個水位 但如果你報了一個非常大的新聞 它就會瞬間衝很高 非常高 所以 這件事情 你如果是自己架的話 會非常困難 在於說 你可能買了兩台機器 然後放在自己辦公室 為什麼放在自己辦公室 我也不知道 然後架了一個網站 但是 當你流量瞬間爆的時候 你不可能馬上再去買十台機器來說 趕快放好 然後 這個事情過了 再把八台機器退回去 所以 就是 所謂的 Auto Scaling Up 就是 我要瞬間 根據流量去 開啟新的機器 這件事情 大概只有在雲端 可以實現 所以 就 因為我之前在雅虎 所以 有蠻多這種經驗 那 所以我出來 自己弄的時候 就是 還是以雲端為主 但如果你是 比如說公司內部 要放一個 不管是 黑MD 或者是 Wordpress 會用的人 大概就是 不知道十個人的話 那你當然 可以放一個 機器在自己辦公室 然後內部使用 這樣就好 還沒發出去的稿 對啊 我們也是放雲端 就是 我們的CMS是放雲端 沒錯 然後 會不會怕資料外洩 就是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我們內部其實沒有 全職在做 Security的人 然後 我相信 Google的Security 一定做得比我好 所以 我沒有道理 就是 相信我自己 然後不相信Google 對 那全新要如何管理 這個 這個比較是看 個人 就是 最好的狀況當然是有 所謂的 流程 編輯流程 這樣子 對 那 但我其實沒有很在意這件事情 所以我都隨便給 好 但機器的全新就管得很厭 對 那散考系統就管比較鬆 這個剛剛回答過了 就是 NGO唯一選擇 不是 就是 剛剛講那個 趕快再講一次 叫什麼 網絡行動科技 網絡行動科技 就是他們其實接很多的是 比較 比較沒有錢的NGO團體 對 所以 可以 可以跟他們討論一下 然後 報價 然後 對 報價 報價這邊的話 因為我以前是在NGO 然後 就分兩種 第一個是你可以先說出 你所要的功能 然後你就會聽到一個 超乎你想像的價格 那你就會知道說 喔 原來市面上是這樣的價格 那 然後我就會再講說 可是我們的預算只有這個 然後他就會告訴你說 可以刪掉哪些功能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 討論的方式 這樣子 對 所以我剛剛跟大家講說 你一定要有一個 Must have 就是你一定要的功能 跟 nice to be 就是 有也不錯的功能 你一定要把它區分出來 然後這樣子 你去跟工程師談的時候 你比較有了解說 你到底是什麼 你不要到時候 Must have 被刪到 最後跟你的主軸都沒有關 那這樣會是最可惜的地方 那這樣會是最可惜的地方 好 感謝各位有切身之通的 好 那還有其他問題嗎 可以舉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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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 就是在一些操作上面的一些時間 等等各種 具體的 完整的時間比較不容易說 就是因為每個題目的需要花的時間都會不一樣 比如說 政治線金光 資料從監裁院印出來 再整理好 就花了一個多月 對 這就前置非常長 但如果你說 開始 就是 素材都 整理好 然後記者開始寫 然後工程師跟設計師進來的話 我們大概都抓大概兩個多禮拜 這樣子 對 那 其他的就會是跟 題目的前置時間比較相關的 所以短的話可能一個月可以有一個題目 長的話可能要到兩個月 這樣子 對 但如果是真是進入製作期的話 就時間會比較容易估 這樣子 大概是兩個禮拜到三個禮拜 就是看那個頁面的複雜程度 有沒有模板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幾乎都沒有重複的 所以 所以現在是沒有用模板的形式 對 比如說 那個假的Facebook 就很難再用 對 新的題目去套 對 那 但我們有 我們有標準的文章頁 那基本上 就是這個文章頁 就是只有 文字 圖片 影像 跟 互動式圖表 這樣子 所以就不會有比較特別的呈現形式 好 那大家還有什麼想要問的 那如果不好意思問的話 我可以在這邊再稍微帶一下 但因為下午要去新裝 所以可能也不會待太久 那我們就先這樣子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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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